美食永远流行 玩乐才购fashion 来当一个A咖的时尚玩家 欢迎收听时尚玩家的单元 今天要带大家到哪里去呢 带大家到台北老城区吃传统小吃 台湾小吃是出了名的多 很多人常觉得要到南部 才能够吃到道地小吃 简单说呢 南北小吃各有一片天啦 那么在台北的老城区里面 朴实简单的庶民滋味 才是小吃之所以称为小吃的原因 其中呢 台北最早发展的大稻城 以及蒙甲一代 见不到炫技的创意小吃 反而用用料取得容易 做法稳扎稳打 讲究上一代传承下来的智慧美感 才是正港的古早味精神 这一集的时尚玩家 就要带大家往台北的老城区里面钻 吃遍老台北的传统小吃 台北的传统小吃 也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哦 纯朴古早味美食 在迪化街大稻城一带呢 可以说是卧虎藏龙 尤其是台北慈圣宫的庙口前 肉粥啊 切仔面啊 黑白切四神汤 肉羹等等 这些小摊的美食啊 味道如果变了的话 客人早就跑光光了 所以呢 吃习惯的老客人啊 嘴巴也被扬得非常刁 各个都是名嘴啊 也就是出了名的挑嘴 每天早上到中午的时段呢 是客人们话家常吃小吃的时刻 也都是老台北人私藏的早午餐 那说到慈圣宫呢 庙前广场啊 有不少怀念的古早味啊 每一家开始的营业时间也都不一样 庙前广场的肉粥呢 大约是在八点半到九点之间才会开始营业 那用餐时间都还没有到 店的前面呢 马上就会挤满掏客 非常的壮观 颜色偏浓的肉粥 汤头非常的棒啊 一入口呢 柴鱼跟香菇的味道 马上的散发出来 十分甘甜美味 让人一口接一口 回味再三 那么粥里面的肉羹啊 竹笋丁啊 香气十足的油葱 还有一些芹菜末 真的非常的够味啊 除了肉粥本身之外呢 小菜也一定要来一盘的 比方说外表炸的酥酥脆脆的红烧肉 半瘦半肥的五花肉 配上腌萝卜片 还要再加点一盘人气小菜炸虾子 哇 轻轻的过油炸过之后呢 虾子的甜度立刻爆增 那你也可以跟着肉粥店 左边的这家鱿鱼标 哇 同样也是慈圣宫门口的人气摊位 香脆的鱿鱼 配上蒜蓉酱跟芥末的蘸酱 哇 脆度非常的惊人 更有鱿鱼特有的香味 越咬越香 如薄如香 也是到慈圣宫用餐必点的一道美食哦 在这一集的时尚玩家里面呢 热爱台湾的日本作家青木油香 在十多年前就因为喜欢大稻城老城区古仆的氛围 也常常来这里串门子 也被大稻城百花齐放的美食小吃深深的吸引 那他说呢 比起台北市其他地方 大稻城的早餐显得有趣多了 也特别分享他在大稻城的口袋名单 来到大马路的转角边 来颗肉包 点杯沁凉的果汁 带着随手可买的小点心 逛进文创风潮 站在暗潮汹涌的老屋里面 不少文创小店 餐厅 展览空间纷纷进驻 也不能够错过 逸文味浓厚的旧城区新风貌哦 我们继续往南 走到猛甲一带 美食达人林家昌呢 他是首都大饭店的董事总经理 又是多家创投公司的老板 那他直接带我们实地走访猛甲 分享他从小到大吃的名单 比方说呢 以贵起家的古早汤圆店 哇还是一样非常套杂起来揉面团 那么百年老店呢 把这些美味秘诀 一代代沉传下去 品尝美食之余呢 沿着龙山寺出发 一路从广州街 剥皮寮 走到贵阳街的祖师庙 花一天的时光 感受猛甲的人情风景 好好的安排时间 品尝当年流传到现在的好滋味吧 以上呢 就是今天时尚玩家的四方行程 感谢您的收听 下次见啦 上山下海走遍天下 时尚玩家吃香可辣 本单元详细内容 请参考最新一期时尚玩家